广州就医保基金支付订点零售药店门客,满满有关药品费用公开征求意见,在药店买药项医保报销可避免慢性病化,频繁入院开药,参保人药店买药只需付资付部分款项。 根据通知规定,参保病人在指定药店发生的符合规定的相应社会医疗保险门诊策定项目。 每种指定慢性病药品费用,按照外配处方定点医疗机构的待遇标准支付,并进入相应的社会医疗保险每诊特定项目。 每诊指定慢性病的起付标准,其最高支付限额,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有关6P费用的限额,起付标准,个人限制付比例和支付比例等,按本市现行社会医疗保险政策执行。 参保病人领取指定药店配送的外配处方药品是属于个人支付的部分,由参保病人与指定药店直接结算,属于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部分,由指定药店先与记账,每月归总后,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结算。 具体结算办法,由是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指定药店签订服务协议约定。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